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4年刚刚过去 除夕夜人潮最多的十八广场 连带百老汇剧院的入场人数都有所增多 而在过去的一年 百老汇就创下了历史上最高收入的记录 根据百老汇联盟的资料显示 过去一年 总共有超过1300万人入场 多赚超过11亿的收入 比2013年的入场率足足多了13% 在节日的高峰期 例如是圣诞节和新年 全部热门的歌剧都破关了他们的票房记录 今天一股快速移动的北极气流 让美国中西部陷入了冰冷的天气 而从芝加哥到纽约市 再到华盛顿特区也都下起了雪 影响交通 比如入冬以来的天气可谓是雾里看花 让人猜不透 在刚刚过去的一天 气温一度达到66华氏度 而今天的气温却一改温暖本色 骤降至零下 并伴随下雪天气 在路上可以看到人们都穿上了最厚重的防寒服 和雨雪天气必备的防水防滑鞋出行 由于气温不足 使降雪覆盖地面 导致街上都是下雪后融化的湿漉漉的地面 在华人众多的华步街头 人流依然熙熙攘攘 可以看到每一辆车在这样的天气中小心行驶 开得较慢 行人也在这样糟糕的天气中艰难前行 但在包里街的交通灯前 还是看到有一辆汽车转弯时 来不及避让和一名骑单车男子发生刮蹭 索性汽车减慢速度 单车男子也及时停下 才没有出现更严重事故 所以更要提醒出行民众 在雨天或雪天出行 一定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 尤其在交通灯路口 注意来往车辆是否有晃返速度 待安全情况下通过交通指示灯 这场风暴将于周二晚离开东部海岸 在此之前 从新英格兰地区南部和宾夕法尼亚州东部 到华盛顿地区 将有一到两英寸的降雪 新英格兰地区北部将有最多六英寸的降雪 到今天下午 全国范围内超过380个航班被取消 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 有80个航班被取消 根据Michael Mosher气象服务中心的消息 周四纽约市的温度 可能将接近华氏零下十度 请出行民众做好防寒防华准备 华尔电视记者采访报道 纽约华侨文教中心主任张景南 在纽约任期即将届满 预定在1月底容调返台 接任台湾侨委会侨教处处长之位 情形两度调任纽约 担任侨教中心主任的张景南一一不舍 他也特别感谢美东地区侨界 在他任职期间给予他的大力支持 任职纽约三年多的 纽约华侨文教中心主任张景南 即将在1月底任期届满 容调回台 接任乔委会第二处 侨教处处长的新职 消息传出后 美东地区侨界也纷纷打电话 向张景南的容调表示祝贺 并对他的离任感到依依不舍 张景南6号受访时 对侨界的关心表示感谢 也对侨胞在他任职期间 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他也欢迎侨胞到台湾去找他 希望就是说 侨胞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需要 不一定是跟我侨教或侨务有关 你可以就是 政府里面有相关的事情 你不知道怎么办 那你就告诉我们 可以提供一些协助 前进两度调任纽约 担任侨教中心主任的张景南 认为纽约的工作经验十分特别 对他个人也是终身难忘 他认为侨胞移民到海外生活 十分的艰辛 因此侨务工作相对的十分重要 服务侨民也是要真诚与勤快 必然有所收获 你的真诚是很重要 还有要勤快 像村里干事这样的 就常常跑 那你常常去跟他们这样 这样有些交往 自然而然 你的这个成效就会出来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我们所有在大纽约地区的侨胞 当然全世界的侨胞都一样 而且他们都一直能支持我们 虽然台湾小 台湾人不是很多 但是台湾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一种公民的素质 在海外里面来信销我们台湾 那我希望就是大家的支持 都鼓励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要特别谢谢 我们所有的侨胞 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 我希望就是说未来 我们不管是哪一位来当主任 那大家也一样支持我们 支持我们教中心 支持我们这个经文处 支持台湾支持中华民国 这是我要特别要谢谢他们 华语电视记者杨展天 纽约采访报道 由美国华人艺术家协会主办的 美国东岸水彩画展 自即日起在法拉盛 纽约第一银行一郎展出 到本月的15日 这项展览共展出 22位华裔画家50多幅作品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法政党纽约第一银行一郎 自即日起展出水彩画连展 来自台海两岸 美国华人艺术家协会的 20多位华裔画家 作品50多幅 各有特色十分的多样 此次展览是艺术家们 以水彩画的形式 表达了不同的主题 有的画作以纽约街景为主 反映出生活的现况 参展的艺术家包括 蔡楚夫 李卫明 王武 石关玉 何复祥 张从 龙剑 吴剑 林复章 郭一方等 参展的画家张从表示 此次展出是多年来 活跃于纽约画坛的 著名职业画家 作品也展现了 来自东方艺术和西方观念的 创新表现 积极发挥了画家的 艺术理念和创作的轨迹 希望借着这些作品 推动东西方的艺术交流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 这项展览展出到本月15号 第一行一郎的地址在 法拉盛缅街 41-02号二楼 入口处在41大道 华语电视记者 杨展田纽约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